新聞一開始來關心 當天到了 不過也代表好發金流感的規制也到了 最近中南部地区的嘉義民黨也有分寧 落實出現疫情 雖然中華館到目前為止沒有疫情出現 不過中華館當不放疫所 也開始嚴格來觀光 加強調部中方是福德 共發公共庫業的消毒工作 當天是我們台灣不發金流感的高峰期 今年全國就有182點 不發過百萬省的消毒感 才有疫情就要專注報索 今年到目前為止 包括冰冬、嘉義和雲林 都已經團出人生的疫情 對此中華東部公益所表示 但中華雖然也沒有疫情 但是價格官雲林已經有疫情 中華不可以不注意 因為雲林縣疫情到目前有市場 那我們也很怕說疫情會到我們這邊 所以我們除了加強的宣導之外 我們整個監測的工作也持續在進行 當然最重要還是呼籲我們所有的養續群戶 如果有疫情的話在第一時間來做通報 如果我們這樣子的話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來做處理 也要把疫情控制在最低的這個發生率 發生率 當無憑於所有蝴蝦 卡斯烏斌一勤 將會對勤調三葉和公共衛生做成很大的衝擊 至今讓卡斯烏克能使用 跟金烏斌增的一定愛也相同報 大張新聞 中西兩中華 彩虹報道 彩虹報道